為什麼拿這個題目來談 因為就有整個不管是什麼傳 南傳我不曉得 藏傳、漢傳、心經一定會念 而且念得很頻繁 現在碰到的問題是 天天念心經 當然心一點都沒改善 這個是問題很大 所以我們常常就是說要隨文起觀 不能忘文生意 但是一定要忘文入意 就是看到經論、經典 你要曉得他在做什麼 剛剛我們院長也提到了 其實所有的經典、所有的修行 到最後都是要修心 如果心搞定了 整個世界就搞定 那我們當然也是從具體的東西 慢慢要看到心裡面的東西 其實外面的具體的認知 還是來自我們心的解讀 所以我們的心就像一面鏡子一樣 那如果說心的這個鏡子染污染 或者不平整 那麼你看到了世界 看到了人事物 大概都是直離破碎的 而且很容易變激直 就是我看到什麼 我以為它就是什麼 問題是你那個能看的心是有問題的 所以你看到的以為對 通通不對 以為錯反而可能是對的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麼大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問題很大 那誰能幫我們解決問題 當然到最後是你要自己解決你的問題 誰都幫不上忙 但是呢我們只要有對的心態 想學 找對善知識 那麼自自然然你就會有好的方法 正確的方法 因為你有好的動機 有正確的動機 所以問題到最後就能夠真正解決 那麼我們其實剛剛鋪陳這些 最主要就是要知道 我們以為的我 你要先去認識它 以為我擁有什麼 也就是所謂的我所 它到底是什麼 那一切外在的東西都是我所 但是這些外在的東西 剛剛我們已經講過了 其實還是你的心 以為我心裡面擁有這些東西 就這些東西在你的心裡面是存在的 不僅僅存在 它造成障礙 不僅僅造成障礙 它讓你產生煩惱 產生痛苦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當然就一切通通在痛苦中 除非你改變你的想法 看法 整治你的心 所以整部心經 當然就以這個心來講 有它的共通性 心經就是整個般若經的心藥 所以我們的心是整個人的心藥 最凝替 就是最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們天天念心經 一定要懂得它到底在講什麼 怎麼透過它來修 那現在當然修行的方法很多 但是什麼跟你真正相關 當然就是五運 所以心經第一句話就告訴我們 要照見五運 不僅你要照見它 要照見它的實相 它的實相是空性 那五運只是一個假界的緣起 那所以我們這個身心 沒有這個緣起 那我們的生命就沒得安住 也沒得呈現 那問題是你有這些緣起 你怎麼去認識它善用它 這個就要智慧 這個就要智慧 所以智慧的首先就是要有了意的認知 就真正的看到實相 了解實相 那我們現在一個盲點就是 我怎麼自己來看自己 這是一直存在的一個大問題 你不能用意識看你的意識 如果用意識看你的意識 那是第二念 所以這裡面我個人是覺得 其實妙就妙在 我們佛陀三轉法輪的時候 所提出來的如來章的思想 也就是說 我們的所有東西 其實離不開本來的那個絕 也就是我們的心的本來的狀態 其實可以講體性空 從體性上來講它是空性 但是從它存在的作用或者功能上 我們曉得現在每一個人坐在這邊 都可以聽到我在說話 你不需要刻意聽 也就是說那個本來的絕照 本來的照見性就本來就有的 你的空性的心本來就有絕照性 那因為又有空又有明 空你就自然沒有任何法可以執著 明就是沒有任何法你不知道 除非你自己去設賬就把它障礙住了 所以從這兩個東西我們就可以理解到 我們的心如果充分地開發 充分地顯現 到最後是一個變滿的無上正等的證絕 那從它的作用來講也是 沒有任何一個眾生你會捨棄它 會不關心它 所以到最後那個作用就大悲地變滿 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來看 它其實不屬於五韻 不離五韻 它是五韻的體性 五韻的本質 本來面目 那我們五韻是假界因緣所呈現出來的 一個現象而已 它是一個緣起的存在 它體性上一樣是空 但是我們落在裡面 執著了它 以為它是能或者它是所 那這裡面其實就會出問題 就會 我發覺很多人就會 我天天在修啊 但是對勁來了 那個念頭來了 我還是做不了主啊 我的身體 偶爾就會出一點毛病啊 這個其實都在現象上 在緣起上看 它是必然現象 因為只要緣起 它又做不了主 因為它沒有自性 那我們剛剛在講體性 其實就是我們的自性 我們的自性不是五韻 我們自性是五韻的自性 它到底是什麼 就是我們本來清靜的心 我們的本覺 那個才是我們生命裡面最根本的東西 就好像我剛剛談的 智慧慈悲方便 我們的心就聚足這三個 空性 空性 就是那一份慈悲 當然也可以講空性就是智慧 因為它是本體 因為它是本體 那那個明 我們說空 空是慈悲 就是平等性 同體性 大家通通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所有的眾生同一個心 這個心 就是沒有分別的心 所以我們可以講空是慈悲 然後明是智慧 它聚足的所有東西 你都可以照見的那種功能 那個大杯的變滿 其實就是我們能力開發到 展現出來的時候 沒有制射障礙的時候 你的能力一定是無窮的大 就好像我們對別人的感染力 其實你只要顧好前面兩個 就是有智慧 夠慈悲 所以你的影響力一定出現 不用特別去照做 那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研究心經的時候 其實不要把它弄得太寬 先把它弄來照見你的五韻 照見你的五韻 不是用眼耳鼻舌生意 而是用那份本具的絕躁力 就如如不動的絕躁力 清清楚楚的絕躁力 這時候你自然會看到 這能觀體性是空啊 所觀源起更是空啊 所以你就自然會照見五韻界空 不是只是現象空 連這個能照都是空 能守都是空 所以從這地方 其實就給我們很大的一種下手處 你首先肯定 我們本來當你一念不生的時候 那時候心是絕對的清靜 絕對的穩定 絕對的有包容性 就是所有東西都不會跟你的心對立 所有跟你的心對立的是 跟你的想法對立 跟你的意念對立 跟你的心不會對立 所以到最後連這個五韻都要變成 我們知道他不是我 他更不屬於我 因為他裡面沒有我 沒有我的東西 你把五個聚在一起 也不可能生出一個我 所以這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所基本上也是一個方便說 所以從大波爾經 從心經 然後從我們去考察我們的真正的心 這邊你其實都可以照見五韻皆空 當你能照見五韻皆空 度然就必然度一切苦惡 你當然就沒有煩惱 因為我們所有煩惱都是來自於 五韻不空 五韻不空 我不空 我不空 煩惱就不空 所以懂得這個道理以後 然後就保持這樣一個根本 直接 簡單 清明的知見 隨時保持這樣的知見 那麼我們自然就可以離開一切苦惡 輪迴不需要去消滅 輪迴不需要消滅 你的所有存在不需要離開 就集這個東西 然後發揮它的大用 集這個東西認識它的實相 集這個東西來讓我們的生命 充滿著光和熱 充滿著智慧 慈悲 然後展現你的力量 這個其實我個人是覺得 這是佛法 也就是我們釋迦佛給我們最大的禮物 給我們最大的提醒 也是給我們最大的願景 所以我就簡單講到這邊 祝大家每一個都可以用你清靜的心 來看這個本來清靜的世界 這個世界本來清靜 積 啊 空 群 好